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裕之路 我是富裕老師 現在看大家的盤 中場下跌了將近70點 而且今天開盤的時候 成績差不多大跌百點 很多人 富裕老師其實早就已經跟各位 一直不斷的做提醒 很多人是預判 預判選舉行情 對不對 在選期的時候 很多人害怕 認為變數太多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最近從創了高點17956之後 開始一直一路的往下 但是往下我也提醒各位 注意 其實不是看月線對不對 第一次 第二次 本波段已經抵了兩次月線 所以第三次它的支撐力道 自然是比較弱 現在要看什麼 各位 其實 在布林下緣 這邊就有一個非常強的支撐 好 很多的 預估選舉行情錯誤 認為選前就會大漲 所以我一直講 我們要看數字做說話對不對 這幾天 我一直跟你講 來 選前17000不要急 選後18000更會發 對不對 選前你真的不要急啊 就在17000這邊晃啊 很好啊 沒什麼不好的對不對 你看整個結構非常非常的漂亮 好 這一路以來 從10月底 你看我節目 完全預測正確 接下來也會如此 為什麼 因為福利老師是一個看數字說話的人 我永遠站在趨勢對的那一邊對不對 為什麼選前17000不要急 選後18000更會發 來 我們來看數字說話 就是之前台灣總統大選拿來做平均 選前20個交易日也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 那個時間點差不多上漲是0.18% 其實你就當作沒什麼漲 選後 各位這才是中調啊 選後20日平均是漲了8.1% 所以嘛 選舉前 你覺得會一路大漲嗎 早就看到數字了嘛 然後我們以今年來看 來 選舉是多少 1月13號 我們倒推回大約一個月前好了 12月13號 點數就在今天這附近對不對 當然這是平均數字喔 不是每一次都這樣我要提醒喔 平均對不對 但是喔 平均 為什麼這個數字會這樣呈現 為什麼選前沒什麼漲 選後卻大漲 因為很多人都是一樣啊 在這邊的時候如何 覺得不確定性高 對不對 我知道最近很多的朋友 覺得選舉行情落空 因為他們認為選前就要漲 再加上就覺得選舉的變數過大 所以在這邊砍股票 這樣對嗎 當然不對了對不對 你看 各位你看這樣 是不是在選前一個月 差不多就在這邊 好 那重點來了 我們看之前沒有意義嘛 你現在要看什麼 選後嘛 就剩沒幾天就要選舉了嘛 選後20天平均 各位注意一下 8.1% 20個交易日 大約一個月的時間 8.1% 那你說好不好賺 好賺啊 所以我才會跟你講 選前你不買股 選後你就要去追股票了 要去追高 對不對 你看我就說 用書枝說話最重要 如果你用你自己 一直以為的觀念 那就錯了 對不對 覺得這個很害怕 想要賣股票 但是你看喔 剩下2、3個交易日 就要準備選舉了 而且最重要在哪裡 你看選後20個交易日 今年的選舉是1月13號 請問一下過年是多少 2月10號嘛 你看喔 也差不多過完一個月左右 一個月左右 那我這樣問 你覺得會不會新春 會不會開紅盤 各位你看這個數字 你自己去想想看 你覺得開紅盤的機率高不高 對不對 所以嘛 我們要做在機率大的那件事情上面 你看到平均來說會漲到8.1% 那你現在會想去 現在 現在你會想賣股票嗎 你現在會想去放空股票嗎 當然不會嘛 我們是以數字說話對不對 你一定要站在 對的那一邊 站在數字大的那一邊 對不對 千萬喔 不要去做違背整個趨勢的事情 選後為什麼容易漲 很簡單啊 不確定新因素減少了 結束了 所以它會漲 問題是那時候你知道 我知道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 當你知道的時候 就要必須去追高了 好啦 現在重點在哪裡 我一直講 其實指數歸指數 操作股票有方法比較重要對不對 指數我就跟各位講 聽得懂人 認同的人 你就跟著我做 那我最重要的是 操作股票你要怎麼做 來 方法最重要 我的方法 布林短波段 操作平均週期 就是約10個交易日 重點 代進 一定要代出 對不對 各位代出很重要啊 賣股票 不是說你要在什麼 萬八萬九兩萬點才要賣 其實你不論什麼時間點 你都要跟富裕老師一樣 突破 第一檔突破布林 開始往上走 做買進的動作 高檔急漲短線 超過20% 你要開始去找賣點 很多股票不一樣 就像今天大盤這樣子跌 哇 我手上股票很多很強的啊 大會給你看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 來來來 哇 陽明 這個看起來這個跌勢喔 跟大盤完全一比 更恐怖對不對 之前怎麼漲上去了 現在就怎麼跌下去了 好 我也跟各位講喔 我不是要唱衰航運股 富裕老師之前也有做 你看我節目你也知道 對不對 在這邊開始突破布林 開始往上走 好拉回 再度拉伸上去 漲了兩段之後 有沒有我在節目上跟你講 這邊短線急漲超過20% 在這一天喔 在這一天我就跟各位做提醒喔 你要小心喔 你要注意喔 短線急漲超過20% 富裕老師解盤都就是這樣 我不會在急漲很多的時候 還跟你一直灌米湯 對不對 但是我看到其他分析是不一樣的 那時候開始跟你講 有所謂紅海危機 如何如何對不對 好 等到拉回來第一波 原本我也想說在月線做買進 但是馬上接下紅海的 我說很多的分析師 突然就變成地理學家對不對 都對那邊的環境 好像撩落執掌 好像看 好像有探子在叛軍那邊 對不對 那種夜門的 他們叛軍喔 好像他對那情況非常撩落執掌 跟你講說接下來會一直打下去 一直弄 弄到全球雞飛狗跳 好 因為沒有回撤這個月線 又再度拉上去 再破的時候 各位這月線 支撐就會比較不足 我昨天的節目有跟你講 而且因為這邊又拉了 另一波是靠行 是靠所謂的這個題材面 拉伸的 他比較不結實 沒有經過好的整理的時候 他往往再往下的時候 這個速度會非常非常的快速 好 你看到 所有時候賣股票 你高檔沒賣 你接下來就算再好的公司 技術面的震盪 都可以把你摸得半死 然後高檔你有沒有賣 對不對 我有提醒喔 很多分析師 前幾天都還在跟你講航運股 有沒有發現突然都不見 那這副教師不一樣啦對不對 我們在這第一段我就跟你講 我們先賣了 第二段在掌聲上來 我也沒講了 因為我們沒買 那我們買什麼 各位朋友 我們買了什麼 我們先看一下今天 最強最瘋狂的 對不對 族群是哪一個 神盾家族對不對 來注意喔 今天報紙先洗喔 神盾搶AI商機對不對 來懂作說接下來 他的聯盟整體的業績 第三年內要翻倍 AI 各位 AI 之前我就跟你講 AI是我認為 接下來最重要的主流 那我也跟各位提醒 你看一個集團 他做多的一個 強不強烈 心態強不強烈 你可以從這些標題 就看得很出來 這整個集團各位 整個神盾集團 都要去搶這一個商機喔 所以在多頭市場 你要做什麼 最想做多的集團 是不是 所以我們的操作 但是我這樣講 神盾集團我認為 是主流股沒有錯 但是在主流的股票 然後我們來回顧一下 在這一段 殺下的時候 你的壓力是不是很大 是嗎 所以是不是要用 漂亮的技術面做操作 各位來看一下 是不是 你要用這種 布林短波段 操作平均週期 約10個交易日 待進一定要待出 在第一段上漲的時候 從這邊開始布林突破 開始往上走 那時候我跟你講要賣 賣回來我說月線 月線 我那時候一直有講 我在節目上都有公開的 跟你做一個預告 月線要買 所以我一直講 分析是最重要的價值在哪裡 預告 邏輯操作 預告我預告囉 邏輯我也跟你講喔 因為強勢股突破布林開始 往下開始如果他做一個支撐的話 月線是一個最標準的動作 好 12月19號的時候 117.5元神盾喔 我們在這邊做了試駕買進的動作 12月19來看一下在哪邊 在這邊 在這邊是回月線的第一天 在這邊是回月線的第一天 好 回來之後 短線反彈 到131.5元的時候 試駕獲利賣出第一趟 從12月19號117.5元買 到這一趟 我們就賺了一張賺了1萬4元 將近10% 棒不棒 漂亮不漂亮 當然 那你會問為什麼盤中我要賣 我一直講嘛 富藥師喔 最重要以短線操作 我盤中大家要觀察 買盤賣盤的張數 只要我發現狀況有一些異常 短線我們賺了一波 對不對 當然還要配合當時的盤式的變化 我們在這邊的時候 先做一趟賣出 隔天還有一個高點 我那時候也有講 好 我們在這邊賣掉 賣掉完之後壓回來 我也在講 壓回來月線 再會再買 對不對 我們就以月線上下做操作 好 第二次再買 12月28號 121.5 試駕做買進的動作 有沒有 有預告 有邏輯 我講啦 強勢股 我們不會放棄 但是強勢股不會放棄 不是叫你 抱上去又抱下來 一定要靈活操作 因為你可以自己想想看 你想要跟什麼樣的分析師 跟你講說主流股 所以讓你抱到天荒地老 甚至十個月 就叫你一路一直買買買 還是你會希望跟人家 富裕老師這樣 靈活的做操作 就算是主流股 就算是我覺得 今年2024 最有可能標到你 目凳口呆的集團股 我們還是要分階段 是不是 好 來 到1月5號 上禮拜五的時候 646的神盾掌停板 142元 對不對 跌下來的時候有沒有人跟你講 沒有 掌上去我到現在開始 有人跟你講 掌上來跟你講 掌停板跟你講 連續兩個人黑K棒 來 昨天啦 就講昨天啦 昨天 不曉得還是講嘛 突破之後拉回來 我認為還是很有機會對不對 有沒有 歡迎去看昨天的節目 到今天 連續三波的大漲 到最後快到尾牌的時候 碰到掌停板 148.5 對不對 再創新高 646的神盾 148.5 有看到一路的掌聲上來 對不對 一路衝啊 從121.5 各位到今天148.5 一張喔 右轉喔 各位是右轉喔 右轉了27000 很棒吧 當然很棒 而且重點是 我這樣講喔 如果你跟著我們操作 就是這麼的漂亮 那我在這邊講 當然我還有你看喔 現在你的電視機的右下角 有個LIOT 那我也請各位當時 我在1月的時候 我開始成立官方的LIOT 那進來了之後 你會看到 其實你每天早上 會看到像這樣畫面 有些強勢股 漂亮的股票我認為有機會了 像6462神盾 在1月5號當天 那我也講喔 你看喔 我們分享給各位的 這之前已經招 我們賺超過40%了 馬上再賺更多對不對 因為我們還用波段 做一個價差操作 好題材我都會跟你講 好1月5號 而且你看喔 注意喔 神盾喔 最有DNA股的股票 標股DNA股票 而且他是集團性的發動的 這些股票 安國 安格 迅捷 辛頂 各位 今天大盤是跌的喔 很多人現在是準備 要把股票出清的喔 這些股票 1月5號 對你是我LIOT家族的朋友 你都會收到 神盾 各位你看看 今天是不是又在新高 而且他的這位你看一下 相關的我們來看 安國 虛創高 當然我們在這邊有做一趟調節喔 我在節目有講過 但是你看其他的 來安格創高 迅捷創高 來心頂創高 掌領板 對不對 是不是如富裕老師講 如果你也像 跟我的會員朋友們 家族朋友們 操作這麼漂亮 你也認同老師的方法 跟各位講 很簡單 你先把你的電視機前面 右下角這個碼 你有沒有看到 LIOT 那我LIOT的帳號 小老鼠 LICH588 我每天都會分享 我對盤勢的看法 每天我都會分享 我有些對標股的心得 最重要我不是要報名牌 我是要分享你 如何操作這些股票 你應該如何去掌握 對不對 有很多方法 是你必須學習的 這些呢 這些我會這樣講 在現在目前 尤其在這種選錢 大家不想來看股票 是你最好實際的一點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會跟你搶 很多股票你都可以自己 仔仔仔仔安安穩穩的 挑選好買進 對不對 不要搶股票 不要等選後 你看到真的等到 富裕老師的驗證 選後等到萬八衝上去 等到新春開紅盤的時候 你再來追高搶股票嗎 對不對 所以現在來注意 把這個碼掃進去 也可以去搜尋率取 也就是富裕 富裕588 當你進來之後 這邊每天點選標股禮包 會有對盤勢看法 還有標股的一些標的 要怎麼去做 要怎麼去看 各位就是這樣 現在是你最好進入 跟著我一起操作時間點 先進廣告 馬上回來 可以在轉折點 讓您掌握投資成功的方向 實現財富自由的夢想 富裕專線 02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陳東東庫楊老師 領持成功三藥義 簡易紀律高效率 獨創短鋪斷獲利法 對您買在起張點 賣在轉折點 讓您掌握投資成功的方向 實現財富自由的夢想 富裕專線 022-2752-5868 2752-5868 歡迎來到現場 各位要記得 趁現在大家都在選錢 都在準備 等選後再來看看 選後又會跟你講 等過年後再來看看 當然我知道 要做一個贏家 就是在別人 在偷懶的時候 在害怕的時候 進場做對不對 選前20個交易日 平均上漲是 這是之前歷屆總統大選 這個統計是以 前7次總統大選來講 幾乎在平盤附近 0.18% 你可以從12月13號 你自己去比對一下行情 其實差不多 但是重點在這個 選後20個交易日 平均大漲8.1% 你要掌握哪一邊 現在很多人都在困在這邊 覺得好像沒什麼行情 對不對 我們要早眼在這邊 趁著別人 各位趁著別人在怕 你要好好行動 對不對 其實你看像今天的股票 很多很飆的 來看一下看一下 來 6805加勢達 各位這一個畫面 各位這一個畫面 就是我教你掃 Light 進來之後早上的時候 我會在盤中的時候 我會發訊息 在Light上面 這時候我會有一些標的看到了 我會跟各位做分享 好你看 6805加勢達 富士達 1月5日之後 硬買突破 繼續衝繼續漲 對不對 你看可以跟你講這題材 而且重點是新掛牌效應 不可忽視 但有些東西我沒辦法打太長 因為畢竟Light 但是我有時候會開始 接下來會對某些的 我講的包括新掛牌效應 我是如何看待的 有時候我就會不定期的分享 對 除了給各位魚 還要給各位釣魚的方法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富士達 對好1月5號 我一講喔 因為你是我Light家族朋友 畢竟還是跟我的會員朋友們 還是會有一點時間上的落差 但是如果你以富士達來講 來我們來看一下富士達 早盤你在這邊看到 我們看到Light之後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接下來 還有一段上漲的空間 各位對不對 接下來大漲的快8% 來看一下這樣的圖 各位強不強 當然如果你1月5號就跟上腳步 一買突破 那當然是更好 但是你今天就算買在平盤上多一點 到最後也是大漲 對不對 盤中你看到這些訊息 那我要特別提醒 因為有時候 我們推破訊息有時候比較慢 你可以自己先去點選 領取最新標股禮拜按下去 你可以看到我那時候最新發資訊 發完之後 各位有些標的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看富士老師是不是用同樣的方法 對不對 突破布林往上走 我帶會員這樣操作 我帶我家族朋友依然是這樣操作 當然我也希望你今天 就開始成為我家族朋友 一起使用這一套方法 尤其趁著現在別人 對 都還在怕 都還想說選舉結果 到底是如何如何的時候 可是各位你看 標股已經不等人了 突破布林之後是不是開始往上走 對不對 富士達 那我知道很多的人一樣 都會跟你講題材面 基本面 當他漲上去的時候 他會開始給你灌米湯 但是富士老師依舊強調 方法操作最重要 布林短波段 操作平均週期 就是十個交易日 帶進一定帶出 但是這邊特別強調 帶出指的是我會員朋友 對不對 我說一買突破 二買拉回三賣關鍵 時間到了我們自然會走 獲利到了我們會走 但是如果你是少 右下角light 我們通常會做一買突破 近 但是問題是 各位 帶出是我會員朋友們的權利 你跟著我們可以一起 但是你操作速度要快 當然你也可以看節目 學老師的方法 對不對 平均十個交易日 你到底要怎麼去做 但是我要強調 至少你看我的節目 你至少不會被別人灌米湯 認為主流股就是報上報下 報到天荒地老 很多人說主流股三個字 好像永遠都不會要賣 那這是錯誤的觀念 各位記得 任何的股票 都一定要分波段做操作 來宏達店今天跌下來 我認為非常非常的棒 我的會員朋友們一定都知道 富裕老師在講什麼 對不對 我沒有看到的機會 任何的好股票 就算它在底部開始做起漲 你看到像神盾 我們是來回做操作 來回有效率的駕操操作 我認為這才是最棒的方法 很多主流股 很多的好股票 千萬不要因為它基本面 題材面 你就死報活報 報到天荒地老 一定要跟著我一樣 有效率的操作 並且再次提醒各位 現在是你佈局最好的時間點 否則等到股票漲上去 選後年後漲上去之後 你就來不及了 明年金融年 我跟你佈局現在最強的標股 感謝各位明天見 我們的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縮小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儘供參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